在中餐厅中,除了每期都会更新的菜单外,苏有鹏做的珍珠奶茶,可以说是出镜率最高的,经过几次的改良,看起来非常的可口诱人。 连科尔玛市长来的时候都推荐给他们,算得上市店里的招牌饮料了,但是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?在节目中做的每一道菜,客人吃完之后的评价基本是好的,就算不好也不会直接的说出来,最多会说辣,不可口味之类的,所以珍珠奶茶到底好不好喝? 单单看节目中播出的内容是不能说明什么的,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,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,足以证明苏有鹏做的珍珠奶茶,是真的很成功的。 杨子珊和鲍贝尔逐渐熟悉餐馆的生意了,还尝试出去给客人点餐,鲍贝尔比较放得开,杨子珊反而显得拘谨一些,但是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一单,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 收工之后,鲍贝尔和杨子珊在厨房里忙上忙下的,他们就是为了能让赵薇等人好好的休息一下,洗碗什么的干的特别卖地,也得到了赵薇的肯定,都不想让他们走了。 干完活后,大家聚在一起唱歌,一切都是那么轻松美好,时间渐渐流逝,离别总是如期而至,夜幕降临时鲍贝尔和杨子珊也要和中餐厅说再见了,一行人在门口送别,赵薇还给杨子珊一个法式的香味, 看来共同工作,真的能拉近感情啊,每个人都表达了不不舍之情,互相拥抱告别,镜头给到杨子珊的时候,就发现他手上包的东西特别抢镜头,仔细一看,这不就是所有朋友做的奶茶吗? 看来味道是真的好,离开餐厅后还要带上一大瓶,真是几足苏有本面子,这可不是节目都特意安排的,比那些镜头放出来,那瓶价真实多了,好喝才会想打包,一般熟悉的朋友都会这么做,看来所有朋友的奶茶包装,一下都可以去市场上卖了。 中餐厅不知不觉的也播出到第九期,节目播出大半,离收官也越来越近了,虽然我们不能吃到中餐厅里的菜,但看着赵薇带领店员们一路进步,做出来的菜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表扬和认可,至少他们真真实实地传播了中华美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